大家好,我是健身管理师,别喜好 肾好的人睡前一般有四个好习惯 想要肾好呢,也小看这些生活当中的细节 第一个呢就是睡前不憋尿 肾脏可以通过尿液的生成来排出体内的毒素还有杂质 如果在睡前憋尿的话就会造成膀胱的压力过大 毒素呢也无法排出 进而呢就会引起肾脏的不适 因此呢肾好的人在睡觉前一般都会排进尿液 第二点就是睡前别吃的太咸 咸味入肾,但是呢咸味适度可以养肾 过咸则会伤肾 过咸的食物会损伤损液 肾脏无法得到水液中养分的滋养就会出现功能下降 肾好的人在睡觉前一般不会吃偏咸的食物 第三点就是睡前不吃药 人们常说啊,是要三分毒,药物当中的毒素积累 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损伤肾脏的健康 所以睡好的人在睡觉前不会吃大量的药物 从而避免肾脏的负担过重 第四点就是睡前不喝酒 我们喝下的酒大部分都是被肝脏来代谢的 但是酒精也会损伤肾脏的健康 肾好的人在睡前往往是不喝酒的 有助于增强肾脏球过滤的功能 保护肾脏的健康 肾脏在人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肾如果不舒服的话 肤体会造成身体的腰酸背痛肢体无力 还会对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开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日常养生的时候 对于肾脏的养护方法有着非常关键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有了尿液不要忍 有了尿液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如厕 把小便排干净 否则这些积存的小便会成为身体内的水灼之气 侵害肾脏 第二点就是要注意饮水养肾 水是生命之源 水液不足则可能引起着足的流质 加重肾的负担 如果在喝水的时候 能够加入一些天然的草本 对于身体的骨益效果会更好 我们可以准备以下的食材 人参 枸杞 黄金 桑肾 杜种群花 马卡粉 护盆子 大枣等等 经过科学的配比 再用开水冲泡来饮用 能够起到很好的强生效果 比单纯的喝白海水要好得多 每天只需喝上一到两杯 坚持一段时间 身体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